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对于一个歌手而言,如果有一首流传于世的歌曲,就会被人铭记 今天要说的歌手便是如此,他叫潘安邦 潘安邦唱的那首《外婆的澎湖湾》曾走进千家万户,几乎没有人不会唱 这首歌总能勾起大家对故土的回忆,还曾入选小学音乐教材,至今仍被人传唱 潘安邦出生于澎湖县,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因为父亲和爷爷都是军人 还曾经参加过北伐战争,所以他也算是将门胡子 他的姑姑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其代表作品《橘子红浪》更是改变成了同名电视剧 潘安邦从小就非常热爱音乐,渴望着有一天能登上音乐舞台展示自己的歌喉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特殊原因,他其实是由外婆带大的 在学生时期,他就十分刻苦努力,在学校也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但在高中毕业后,他还是选择放弃学业,开始追逐自己的梦想 18岁时,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曲《外婆的澎湖湾》 没想到第一首歌曲就深受人们喜爱,还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曲 而他也因此获得了最佳新人奖《一炮走红》 更被听众誉为《名歌王子》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首歌曲创作完成的时候 他还迫不及待地给外婆打了电话,把这首曲子分享给他 电话那头的外婆并没有说话,而是在小声哭泣 可说是相当感动 这首歌可以算是对他自己的真实写照 小时候他便和外婆一起生活在澎湖湾 这首歌表达的便是对外婆的思念 遗憾的是,后来他在商演中得知了外婆去世的消息 当场就崩溃大哭 甚至还说,这可能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唱这首歌了 为了纪念自己和外婆的神父感情 潘邦还专门为他做了一座雕塑 他说每每站在雕塑面前,就像感觉到外婆回来了一样 而这座雕塑更成为了他精神上的支柱 他的音乐总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代表作品还有聚散两一一 相思总在分手后的 此外正是因为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他后来还被邀请参加春景连环晚会 幸运的是,他凭借在春晚上的演唱 在内地也顺势沉迷 在这之后,他又和菲律卿一起合作了小调 在那时,因为两人名气相当 还被外界冠以乐坛双雄的称号 而通过外婆的澎湖湾沉迷之后 也给他带来了莫大的荣耀和利益 有人曾经算过,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火了40年有余,就连如今都传唱度极高 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将近9亿的收入 能够凭借一首歌红透半边天的艺人 取纸可数,但帕恩邦肯定算其中一个 事业如此成功,而他的爱情也令人神望 他的妻子名叫王志祥,比他小12岁 1985年他到洛杉矶加州大学演唱的时候 王志祥当时还只是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名学生 也正因这次巧合让两人相识 进而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在相识的第二年,这对恋人就在洛杉矶闪婚了 但两人的这段感情其实刚开始 由于学历的学书,并不被外界看好 王志祥是加州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而帕恩邦不过是中学学历 他的名气也就成为能和王志祥细节两远的重要筹码 不过,许多人认为 研究生与中学生的结合是不会长久的 但他们打破了这种偏见 一直都非常恩爱 为了妻子,帕恩邦甚至放弃自己 如日中天的歌唱事业 选择退出歌坛,到美国做生意 并带领名牌成功赚到财富 婚婚二人在甜蜜之余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而帕恩邦可以说与佛有缘 多年前妻子王志祥在怀孕时差点流产 他便发愿吃素十个月 结果不子均安 此外后来他父亲罹患,主动卖玻璃 而就在医生束手无策之时 他再次发愿长斋十年,送地藏经并炒山会败 最后父亲竟然奇迹般严命十年 但尽管他如此善良,仍旧抵不过命运的坎坷 2001年的时候,他外出工作时不小心摔了一跤 当被人送到医院的时候 却发现他如同父亲一样 患了心脏主动脉玻璃症 就这样,一代歌王成为了一个不能唱歌 不能接受情绪刺激 甚至动都不能动弹的玻璃人 只能按照医生的要求小心翼翼地活着 当时妻子王志祥每天还有繁重的工作 可就算如此,他还是放下一切 亲自跑回台湾 每天陪在潘安邦的身旁 从此就一心一意地照顾起丈夫 在他的精心照料之下 潘安邦也渐渐好了起来 但谁知还是没有扭过命运 2013年,潘邦因肾脏癌引发肾衰竭 最终不幸去世 在他去世后 这一消息在好友韩贤光的话中得到了证实 但外界还是无法相信他的促然离开 而陪伴丈夫的王志祥瞬间气不成声 看着自己的爱人离开 他形如刀割 一时无法忘掉失去爱人的刺痛 他仿佛陷入了永不复明的夜晚 只能在曾经的记忆里长久处立 而潘安邦的葬礼上 这种感觉更是无限的发酵 他从寂寞转为豪哭 紧紧拥着儿子 像是要从中汲取安慰 比一通红难以呼吸 因为潘安邦一生最怀念澎湖湾 人生的光影泯灭间 他还是愿意选择澎湖湾 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 于是王志祥就遵循他的愿望 在澎湖故居 扮着法师的助导身 将他的骨灰向着海水里洒去 可这一举动却得到了潘安邦家人的不满 尤其是潘安邦的弟弟 更是直接说对这件事毫不知情 甚至质疑王志祥根本不尊重自己母亲 不仅如此 当时潘安邦算是歌坛上的殖民人物 酒意遗产也就成为了议论的话题 在他的遗嘱中曾说明 会将所有的权全部归属妻子王志祥 而他的母亲则是分文未得 有人认为潘邦的财产是跟妻子共同奋斗所得 全由妻子处置也是正常的 但也有人认为潘邦这是旺本不孝 不过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苦衷 外人都看不懂也猜不透 所以尽管这件事情引得不少争议 但这毕竟是潘安邦自己的决定 私人已逝 妻子和老母再去争夺遗产的话 向来实在不大体面 在潘邦去世之后 曾有记者赶赴王志祥娘家 在西门町的骑士美皮鞋店 王志祥母亲的妹妹林阿姨曾透露 王志祥和儿子很伤心 心情很乱 外界以网络资料推算 潘邦去世时的年岁是52 但林阿姨说他们家人都说她是59岁 其实潘安邦平时就不爱讲自己年龄 好友韩贤光还说她很在乎年龄问题 总是说自己很小 也许只有她老婆才清楚几岁 就在她去世前两年 还曾传过她离婚的消息 林阿姨和韩贤光则都帮她澄清过 说他们父亲俩感情很好 林阿姨还补充说 潘安邦生前跟儿子都闯到店里探视 父亲俩很重视小孩的教育 最早儿子是在美国念书 由王志祥陪着 潘安邦则长期在各地奔波演唱 夫妻虽然分隔两地 但她一有时间便会飞往美国与母子团聚 儿子直到大学毕业后才返回台湾 目前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其实自潘安邦生病以来 除了妻子 儿子也一直陪在旁边照料 而关于她的生前遗言 林阿姨表示 家人都觉得她的病会好 没料到会离开 没有做任何准备 潘安邦生前受访时 从不主动弹极其小 但被问到的时候也幽默地说 没有儿子但有个私生子 还说儿子对演艺圈没有兴趣 只喜欢玩游戏机 还会对她的服装指指点点 爱漂亮的她还笑称 会把赚来的钱都拿去买衣服 儿子以后要是用钱就让她自己赚 在她去世的隔天 王志祥曾在家中为她送经祈福 看似平静减巧 其实隐隐有泪水要溢出眼眶 亲友陆续进到家中 她也安静不多言 好友韩贤光还带有几分感慨地说 王志祥是潘安邦的头号粉丝 潘安邦也万分疼爱老婆 之前和潘安邦合作过的工作人员也说 王志祥很爱打电话问他人在哪里 他曾忍不住向工作人员嘟闹说 老婆叮得太近了 由此可见 王志祥对老公的在乎与关心 现如今他已经过世多年 有人说王志祥仍旧一人带着孩子生活 也有人说王志祥已经在婚 其实就算是在婚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不管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自己 潘安邦都会理解他的苦楚 毕竟活着的人总要想办法生活 说回潘安邦的一生 作为一个歌手 他凭借一首歌哄遍大江南北 可谓是幸运的 但老天的劝恋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从健康方面来说 他又是不幸的 但无论是在妻子还是观众的眼中 他永远是那个歌唱澎湖湾的善良男人 就连去世后都希望回归故里 而如今他的故里澎湖湾 早就变成了一个观光源 在他的故居里 依然能看到他为外婆打造的雕塑 每当想起他的时候 大众便会想去他的故居看一看 更因此带动了家乡旅游业的发展 据媒体报道他去世后 每年还是能给澎湖湾带来上益的收入 这里的居民也永远都会记得这位明歌王子 人活一世谁都不想匆匆来又匆匆的走掉 为世间留下些什么是每个人心中的愿想 由此来看潘宝也算不枉此生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群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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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